Dynamic 玩了一些 Forces 我们今次都试试玩 Forces 玩其他东西 我们试试玩 Forces 在力道 在 object 上面 原来 Forces 最好玩的是 放在 Particle 上面 Particle 我还没学的 没关系 我们试试看见一下有什么效果 首先 我在 3D Max 借茶煲过来用 我想做什么呢 第一件事 我想弄碎 弄碎茶煲 但今次弄碎 我想弄碎到像粉碎 我会借 3D Max 我会借 Maya 里面的 Particle 弄碎 我先选了茶煲 好 我的 Timeline 开到 500 架 或者 5000 架 多一点 让我开 500 架 好了 选了茶煲 在 Particle 里面 选了一个叫 Emit from object 意思是在茶煲的形状上 去生那些 Particle 出来 我们选择 Option Box 好 我们就选 Surface 下面有一个Rate 的 Particle Per Second 即是每秒钟有几粒粒子 我当下 1000 粒 好了 今次这个试试 我们的速度是不需要的 因为我不需要那些 Particle 那些粒子飞到很远 我相信黏了茶煲的面就够了 好了 这些都OK了 现在就按 Create 好了 按完之后 你什么都看不到 因为你要 Play 它才会生些 Particle 出来的 好了 我们按 Play 键 一按一按 好了 等一等 等到它黏滿了整个茶煲的面 那不用急着的 那就等一等 那我暂时计了 500 格 好了 500 格都应该够了 先看一看 好了 差不多了 好了 那我们把茶煲 够了 看看够不够 那你都见到一个茶煲形状 那都OK 那这个时候呢 那茶煲呢 基本上你就不用要了 那我可以将这个 套拉楼里面 看到有个 Teapot 1 那你将原本的茶煲呢 订阅上去 好了 那这些东西呢 你记住不要动 Time 啦 因为那些 Particle 正在动的 不稳定的 所以我们呢 要选择那些 Particle 在Solvers 里面 选择Initial Stage Initial Stage 选择Set for Select 就是说将现在 Particle 的位置 变成它的原始位置 那你一按呢 那些 Particle 现在就不再动了 OK 不再动了 P都不动了 好了 那我怎么用那些 False 力去玩它呢 好了 我们选择Particle 我们这次呢 直接不用地心吸力了 我们用一个叫做 Turbulence 的 因为 Turbulence 呢 就乱些 乱些 乱些 Random些 感觉有爆炸性的 好了 那我按一下 Turbulence 呢 好了 就一play 一下 一play 你会看到呢 整个茶煲呢 就好像变成粉碎 那样了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有个 Turbulence 在这个位置 这边 好了 但是这样粉碎 不太好看的嘛 那如果我有些 秩序地粉碎 就会好看一点啦 好了 第一件事 我想呢 Turbulence 走到去的时候 才粉碎的 那就是说呢 我的 Turbulence 一定要设计有效范围 那所以呢 我先把 Use Maximum Distance 按下来先 好了 范围我当是5啦 力呢 大一点 比我 多5先啦 好 那我先看看效果先啦 那现在应该只塗煲底会碎 上面就不碎了 好了 那我想做个效果了 那我先开个 Side View 看先啦 Side View 好 分秒啦 好了 那我想我的 Turbulence 呢 用一次的时候 在茶煲嘴开始碎 好了 那我就这个位置 Key Key Turbulence 好了 那我大约走 200格到 就走到去 手柄位 那所以我打200格先 就把这个 Turbulence 搬到这个位 好了 那我们来看看效果啦 那你见到呢 它走过去的时候 那屋子就要碎开了 OK 好了 那你刚才见到 咦 中间不够啊 是因为呢 有机会呢 就是它的范围不够大 范围不够大 那比如我厉害点啦 比我10 Maximum Distance 都比我10 好了 这次就很厉害了 那我们来看看效果啦 那你见到它走过去的时候呢 茶博的位置就碎了啦 那呢 比如我Render看看 那按Render啦 那你见到呢 Maya呢 如果你要Random 去Rend這個Particle呢 那都要一些时间的 好了 看到呢 它变回个Particle就是这样的 那你见到 好像不太漂亮喔 那很有趣的 Particle呢 可以打灯的 可以有影的 那我就 就 瞅瞧了 一盏灯啦 那我假设做个Point Light 做个Point Light 那我的Point Light呢 就 放在 Tap Balance附近 那我高一点 好 那我再装个影子 给你看一下 Shadow 再装个影子 好 那我就把这个 Point Light呢 就按Mouse中间的键 把它放进去 Tap Balance里面 好了 那一盏灯就会跟着 Tap Balance一起走的了 好 那又Pay了 好了 那你可以 那你可以看到呢 它现在呢 有光暗变化了 那还会有影的 OK 那你见到现在呢 有光暗变化了 就好看了很多了 好了 那还差点东西喔 那我开个Resolution机先啦 那还差点东西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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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你见到你现在呢 啊 动就动了啦 但是呢 效果又不够理想喔 但是呢 还有一粒粒这样 一粒 啊 啊 如果有一些萌萌茶 就有一些动态模糊的 有些Motion Blurge 就更加好啦 所以我开个Option Box 那在Quality那一版呢 Quality Mental Rate Quality下面那一版 这样下边 它有一个呢 叫Motion Blur的 Motion Blur 那你见到现在Default是1 啦 我着了1了 那Default应该是Off的 那按到现在1 一不够 就打大一点 那呢 效果就会好看一点 那我譬如再弄多一次啦 那记住啦 这个Motion Blur越大呢 这个Render的时间就会越长 但是呢 质素就会高一点 就会好看一点的 那你见到呢 现在呢 粒子好像拉长了 会粉撞了 应该 那这个可能都不是很明显啦 那因为呢 我的Tap Lens 有机会不够快 OK 如果再快一点呢 就会明显一点的 好了 跟着呢 除此之外 那你现在见到的呢 就是这样啦 那譬如说 喂 好像效果都有一种 一点点好像不是那么好看喔 那我们可以选了这些Particle 那你按Ctrl A 那它有一个叫Particle Shape 的形状 那我们选到下面 那你可以试试呢 把Points 那形状Render Attributes 那原本的Particle Type 就是Points的 那譬如我选了叫Multistack 那你按了呢 那它就粉了很多的 还有呢 你见到效果有趣的喔 咦 为什么这个茶包不见了呢 那你play它呢 那这个Trap Lens 走到出来的时候呢 那你才见到这个茶包的 那你见到就做到很多 特别的效果出来的了 OK 那我又有问题了 那你见到了 那Particle呢 Render 都很耐烦的 那你见到如果茶包 你觉得好像 不太够密喔 你要用密一点的话呢 那你就 那你又开始 在茶包 Emit an object的时候呢 那我现在就每秒钟1000粒 那就行了500格 那你想要密一点的话呢 那你可能就要行多一点点 那它的效果就好看一点 Particle呢 是有影的 亦都可以有Motion Burl 亦都受光暗影响 那质素都OK的 都可以试试玩一下 那我们看完这一格 那你见到了 Render的时间都比较久了 那你看到 那Particle呢 同样地了 你都可以浪费地心吸力 或者呢 Particle 和Object 和之前学的大力 都不一样 它都可以撞到 某些Object 产生没有影响的 那你见到现在这个呢 就开始乖乖的 有些萌萌的 那效果就挺好看 那这样就完成了 Special Elex 經常用的东西了 那 št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